大家好 我是賴史雄 英文最近是讓我非常頭痛的一個科目 我記得我在十八歲的時候 我要考大學的時候 英文只考了七分 所以從十八歲考上大學之後 自己發展了一年 我把自己歸零 從零開始 大量的閱讀英文報名 還有包括文章 如今我成功的創立長生在英文中 我所走過的冤枉 您不必在此 跟著我一起打授英文學的棒棒 此套課程我們也推出了60天 取得百大企業多益門檻閱讀保證班 學著科技的發展 2018年新智多益 納入了文字簡訊 還有線上聊天室的文章形式 此外 閱讀提醒的文章篇數變多了 不少考生會因為閱讀的速度不夠快 以及理解力不足 而達到錯誤或寫不安定 這是非常可惜啊 所以你想解決這樣的問題嗎 課程中我將會完整的解析事情內容 透過紮實又活潑有趣的課程傳授心法 讓你在60天後永不高分 Hello my dearest students 我是韓欣欲老師 You can call me Bernice 老師呢 曾經在公家機關還有大學裡面任教 專長呢就是英語教學喔 希望可以幫助各位同學通過我們的多益考試 以及培養我們職場英語的能力 多益的考試閱讀量變大囉 而且呢單字量啊也變得更加的重要 那麼呢Bernice老師建議 你可以累積兩千到三千的商業英語單字 配合課程中呢 賴老師的題目解析 文法講解 還有呢Bernice老師的硬式技巧解說 以及破解攻略 此外呢我也會讓大家呢知道如何應用這些字詞在職場之中 讓您不只考試考得好 還能運用在生活還有工作之中 為自己開啟一扇通往國際的大門 我靠著自己探索的學習方法 和英語呢成為最好的朋友 為自己的事業創造出許多許多的聚會 那我也相信呢和我們一樣呢 在英語道路上奮戰的朋友們呢 我對你們有信心 因為呢我堅信我自己能夠做到的事情 你也可以做得到 就讓我賴石修老師 我韓信玉老師 幫助你戰勝新多益 用英語翻轉人生